我这父母的老婆被黑粉给喷了 最近呢因为公司不是很忙 我就认真地看了一下视频的评论区 有几个黑粉总是说我们是在炫富 本来呢我也没当回事 因为想着网络上面什么人都有 但是只要我一发视频 他们就来喷 跟吃饭一样只是 但是后来呢我想了想 可能他们在生活当中 就是那种极度胆小怕失 对自己的现状非常不满的那种人 所以他们只能在网络上占据 所谓的道德最高点 去发表他们认为的个人正义感 和评论跟风行为 以此呢来获得所谓网络侠客的成就感 但重点是他们的这种行为 也会传染一部分人跟风 成为黑粉利用的对象 其实呢我们用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 一呢是传播正能量 二呢是还可以交到五湖四海的朋友 我认为是值得的 但是对于黑粉口中的 所谓的越炫耀什么 越缺什么这样的话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告诉他们 当我们在分享一个东西或者是事物 你却觉得我们是在炫耀的时候 其实这正说明了这个东西正是你缺的 是你想要的 所以我奉劝那些羡慕嫉妒别人的人 你不妨想想如何去提升自己 当你达到一定层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原来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不过这也是个个例啊 还是非常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 喜欢我的朋友们感恩让我们相识相知 让我们一起为了诗和远方的门票 加油 我明白 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